嘿,大家好,我是阿川,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主要是做街头摄影的前期以及后期的思路与技巧的分享 如果你也感兴趣的话,可以点一下关注 OK,那我们就跟着我的第一视角,开始今天的拍摄吧 诶,这边有个司机,我抓拍一下 出来拍照,要学会多抬头看 你看那个黄色的路牌和蓝色的天空,是很好的对比色 今天天气很不错啊,是一个大晴天 诶,这个人刚好站在光里,我们来抓拍一个 我一般扫街的话习惯是光泉优先模式 现在呢,我把它调成快门优先 因为我想拍一下那里在等待爱当劳的人 用漫门来拍出一个静止的他和动态模糊的路人 形成一个动静的对比 接拍的时候啊,尝试多蹲下来拍 一个是可以放慢节奏 再一个呢,是可以获得与人眼常规视角不同的画面 这边有一片反光的玻璃 可以在这里蹲下来叫好相机 等一个人经过的时候装拍一下 那边蓝玉树光很不错 我打算用这个车做前景,等那个人走过来之后抓拍一下 对面那个人站在光里 我们蹲下来用这个黄色的线条做引导线来抓拍一下 这里刚好正对对面的大楼 这里刚好正对对面的大楼 我们蹲下来,等人走过的时候 可以拍出一个不一样的画面 我们走近点在这里再拍一下 我们走近点在这里再拍一下 我打算用这个篮杆做为一个分割线 拍左边人心道上的人和停在右边前面的滴室 我打算用这个栏杆做为一个分割线 对面红绿灯的影子打在墙上很不错 我们就在这里等人经过的时候可以抓拍一下 这个房子的颜色很不错 很有闺女 对面有个人在过马路,赶紧抓拍一张 这个路口啊,用连拍抓一下有趣的画面吧 这个路口啊,用连拍抓一下有趣的画面吧 那边那两个小哥朝着不同的方向 很有意思 这种红色的砖墙当背景很不错 架好之后等人经过的时候拍一下 再来一张 对面有个坐在地上的人 我打算蹲下来拍一下 嗯,不错,这张我很喜欢 他们在看什么啊 哦,原来是喵心人 我打算上天桥找一下不同的视角 你看那个人 我利用这个栏杆作为前景拍一张 我利用这个栏杆作为前景拍一张 这下面有个大爷在等电梯 运动相机器可能露不到这个视角 这个房子只有那一间窗户是黄色的 我觉得可以蹲下来用这个柱子做前景 拍前面那对母女 前面是一辆地士和一个推着货物的人 抓配一下过马路的人吧 OK,今天的拍摄就到这里吧 我已经走了三个小时了 运动相机都快没电了 OK,那让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拍摄吧 第一点呢,我觉得就是要多蹲下来 蹲下来呢,第一个是可以压慢你的节奏 让你多观察 再一个呢,是可以 获得与常规人眼不同的视角 增加新鲜感 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要多看 我们走在街上的时候啊 头要360度不停的到处看 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一些有趣的画面了 那第三点呢,我觉得就是要打开相机的年拍模式 因为有时候精彩往往就在一瞬间 开启年拍模式啊,会增加你拍到的几率 更容易触片 OK,那本期视频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 可以帮我点赞留言转发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前进的最大动力 同时,如果你有什么疑问或者建议的话 也欢迎在评论的下方留言 看到的话我都会一一回复的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